听了美国政客这番话啊 不知道那些护倒神山的拥躲们 做何感想 也不知道啊 那些斜阳自重的绿营政客们 情何以堪 从炸毁台积电 到炸毁台湾基础设施 美国政客啊 不断的冒出毁灭台湾的言论 充分暴露出美国反华势力 打着挺台湾的幌子 干的却是毁台湾的勾搭 他们为了自身利益 无所不用其极的 邪恶用心昭然若见 正如岛内网友所说 最想摧毁台湾的就是美国 事实也一再证明 美国打台湾牌 升高台海紧张局势 目的是以台制华 当台湾的利用价值被榨干后 棋子就会变成棋子 而民进党当局啊 极力贴靠和配合外部势力 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 是为谋求一党私利 而继续欺骗 愚弄台湾民众 操弄反中抗中找借口 是为幻想勾连外部势力 以武谋独找借口 任其发展 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的灾祸 只会将台湾同胞 推向灾难的深渊 我们相信啊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 已经清楚的认识到 台独是绝路 万人靠不住 民进党所谓的抗中 不能保台 医美只会加速害台 以武谋独更没有出路 希望台湾社会界和广大同胞 同我们一道 共同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建设两岸同胞 安宁生活的和平家园 这才能给台湾同胞 带来实实在在的 真正的利益和福祉